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孙高 来自阿里本地生活 下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使用Double3的实现经验 我的分享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本地生活部署架构和HSF Proxy 第二部分是针对HSF Proxy存在的问题 我们基于Double3做了HSF Proxy去中运化 第三部分是总结和展望 先来看第一部分 本地生活部署架构和HSF Proxy 这是本地生活的部署架构图 画得很简单省略了很多细节 整体来说的话 由于业务上的原因 我们的应用部署分成坛内和坛外两部分 坛内和坛外都是异地多活的架构 坛内流量主要是搜索导购和交易 基于用户ID路由到多个单元 坛外流量主要是商家接单和物流履约 基于地理位置路由到多个机房 我把整个架构分成了多层 接入层 应用和中间间层 存储层 坛内坛外在这几层上面有一些区别 最上面的是接入层 接入层产品两边不一样 坛内是阿里集团的 坛外是本地生活自研的 最下面是存储层 接入层和存储层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不相关 就不多讲了 中间这一层是应用和中间间层 我们遇到的问题也主要是在这一层 不管是坛内还是坛外的应用 我们用的都是阿里集团的HSF微服务框架 但是坛内坛外的配置中心和注释中心 是互相隔离不可见的 所以坛内和坛外的应用是 无法真正的无法直接的互通调用的 为了让坛内坛外的应用相互调用 我们在中间搞了一个HSF Proxy 就是示意图里标红的模块 主要作用有两个 一个是打通坛内坛外 这个很好理解 相当于一个透明代理 另一个是完成不同多活架构的转换 坛内是基于C端用户ID的交易单元化 坛外是基于商家地理位置的异地多活 消费方不理解服务方的路由规则 也就无法按照服务方的多活方式去调用 HSF Proxy在代理的同时 按照服务方的多活路由规则 将请求转发到指定机房或者指定单元 好的 这就是本地生活的部署架构的简单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部署架构上我们遇到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就是稳定性问题 那最开始的时候 谈力谈外互通的KPS还是比较低的 大概是不到30万的样子 随着业务的部署架构调整 最终谈力谈外各部署了一半的应用 互通的需求也快速增长 截止到我们准备用W3解决问题的时候 谈力谈外互通的峰值已经到了300万KPS 外卖 零售 交易这些主电路都会经过HSF Proxy HSF Proxy变成了一个单点依赖 随便出点问题影响都会很大 而且因为代理了近一万个Service 每个Service流量不一样 那有的Service出点小问题 很容易就会被大流量的Service淹没 监控上不一定能够识别出来问题 全公司有一半以上的应用 接入了HSF Proxy HSF Proxy即便发生一个冒烟 随随便便就会有几十个应用受到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资源问题 一般来说内部服务之间调用是不需要走网关的 这一点这一块资源是可以完全省下来的 第三个问题是研发效能问题 为了维持稳定性 用户在接入的时候呢 肯定是要做一些审批和必要的扩容操作的 我们希望只有消费方和服务方去参与就可以了 不需要我们在中间再去做这个卡点 扩容审批等等 这样影响效率 好的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针对前面的问题 我们最终的方案是HSF Proxy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是在Double3的基础上做的 先来看一下整体的方案 这里做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去中心化前后 微服务框架从原来的HSF2升级到了Double3 坦内坦外互通 从原来的走HSF Proxy变成了应用直接互通 坦内坦外多活路由转换 从原来的HSF Proxy的内部逻辑 变成了Double3应用的插件 示意图里的最上方是一个全局的注册中心 横跨坦内坦外 原来的HSF2只有接口级服务注册 Double3增加了应用级服务注册 配合全局注册中心实现了坦内坦外应用互相可见 这是整个方案的一个基础 示意图的下方是阿里巴巴高可用平台 还有一个是本地生活全局纵信息服务 阿里巴巴高可用平台主要负责变更和分发 基于用户ID的交易单元化路由规则 本地生活全局纵信息服务主要是负责变更和分发 基于商家地理位置的多活路由规则 去路由化之前 HSF Proxy会去监听这些规则 去中心化之后 Double3里面的路由插件会去监听这些路由规则 示意图中间部分可以看到 虚线是去中心化前的调用链路 实现是去中心化后的调用链路 去中心化最关键的就是将流量从原来的HSF Proxy 迁移到Double3上面 所有必要逻辑全都放在Double3的内部去做 因为去中心化涉及到上千个应用的微服务框架 从HSF2升级到Double3 所以兼容性风险还是很高的 Double3是不是完全兼容HSF2 这个非常关键 再就是应用改造升级以后 我们还需要将流量从HSF Proxy迁移走 应用改造升级是由业务开发去发布灰度的 切流是我们直接去操作的 业务不需要介入 直接影响到业务的稳定性 风险还是非常高的 为了应对这些潜在的风险 我们将去中心化分成三个阶段去实施 第一个阶段是框架适配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工作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Double3团队的一些工作 比如Double3兼容HSF2 Double3接口级和应用级服务双注册等等 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工作 在Double3基础上 我们做了Double3 Consumer热冲启 台内台外多个多活路由插件 再就是上下文透传的适配等等 第二个阶段是风险治理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一些巡检和治理工作 框架版本巡检治理指的是 业务应用从HSF2升级到Double3以后 我们的巡检平台会去看 业务应用的所有机器是不是都升级好了 双注册服务列表巡检 指的是Double3会同时把接口级服务和应用级服务注册好 我们做流量迁移的时候 必须要确保两种服务的注册列表是完全一致的 各类配置数据巡检 主要是一些从HSF2到Double3的版本映射 还有全局注册中心配置 还有精准路由配置等等 这些主要是用于把原来的HSF Proxy流量迁移到Double3 第三个阶段是风险探测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的工作就是流量迁移 后面会细讲这里先不展开 示意图的下方主要是我们建设的巡检切流平台 还有一些我们依赖的关键的外部平台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框架适配阶段的一些细节 整个去中心化方案可以分成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升级 业务应用从原来的HSF2微服务框架升级到Double3 另一部分是切流 HSF Proxy流量迁移到Double3 对于升级 业务方希望可以平滑升级 保持业务使用姿势不变 这一点Double3兼容了HSF2 基本是没有问题的 再就是Double3做了双注册 同时暴露接口级服务和应用级服务 这一点很重要 可以确保升级之后 上下游电源关系是没有变化的 这样整个链路上每一个节点都可以 随时独立的进行升级 或不影响 降低有何 比如APP1升级完以后 还是通过HSF Proxy调用APP2 除了微服务框架从HSF2升级到Double3以外 其他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对于切流 业务方希望是可以小力度挥度 快速生效 遇到问题 快速回滚 以前我们也做过类似的流量迁移 那个时候是通过重启整个Q8S容器来做的 这样做问题有很多 整个容器重启的速度非常慢 切流也非常慢 遇到问题要想回滚的话也非常慢 那时效不满足要求 所以我们在Double3基础上做了 Consumer级别的热重启功能 不需要重启容器 直接重启某个具体的Consumer 将流量从原先调用HSF Proxy 迁移到直接调用下游的Double3应用 这样的好处是灰度力度足够小 具体到某一个Consumer 再就是切流后生效速度非常快 因为我们只是重启一个单独的Consumer 没有对容器或者说整个应用做重启 最重要的一点 一旦监控到问题 这么做的话回滚速度是非常快的 比如APP1调用APP2 单独重启这一个Consumer 然后通过修改配置 重启Consumer结束以后配置生效了 这个时候流量就会从原来的这个HSF Proxy 直接迁移到APP1和APP2 它们的上下游直接调用链路上面去 不再经过HSF Proxy 再来看一下风险探测阶段 这个阶段主要是切流 逐步的将流量从HSF Proxy迁移到Double3 我们首先是通过巡检手段来确保Double3应用 以及我们切流过程当中依赖的一些配置 符合切流条件 然后先尝试单机房单IP切流 自动配置各类监控 检测到问题立即回滚 没有问题的话就维持切流状态 过晚高峰 然后操作双机房单IP切流 有问题立即回滚 没有问题的话继续维持切流状态 过午高峰 接下来是灰度的最后一步 双机房多IP切流 有问题回滚 没有问题的话 没有问题的话 继续维持切流状态 经过一个完整的午晚高峰 到这一步灰度就结束了 接下来是正式切流 按照比例逐步切到全量 最终流量从HSF Proxy全部携带掉 通过巡检 灰度还有监控快速回滚等一系列的手段 我们保障了HSF Proxy从到Double3的流量迁移 整个过程也没有发生过故障 最后一部分是总结和展望 目前本地生活75%以上的应用 已经升级到Double3 后续的话还会逐步的全域升级到Double3 第二个是HSF Proxy 去中心化以后呢 谈里谈外互通的需求 可以在自助平台上操作 流程非常简单 遇到了服务不通这样的问题 还可以在平台上做一些在线诊断 好的 我的分享就这些 谢谢